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客松竞赛于今年Open Data Day展开 以五大议题开放提案 让资料拥有者、资料科学家及领域专家 共同加速公共服务优化与政府服务创新效能 黑客松决赛五强之一的救急救难一战通 是由高一、高平潼3D卫生局共同参与的医疗网 高雄市消防局、中研院、国防医学院 与民间资料高手组成专案团队 透过一站式整合窗口 在急救事件发生时 能够快速启动应变机制 其实它主要的一个意念就是能够 促进这个公共资讯的交流化 来达到增进我们社会功能的一个目的 这些受难者的这些资料 其实收集起来对我们未来台湾的社会的安全化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希望说这样的活动可以出具我们社会 对这个地方更重视 让我们台湾变成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其实这一次创新专案它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在于彼此之间的连结 我们可以称之为关系资本 如果我们两边可以互动的频繁越多的话 其实容易发展出信任及互惠的一个规范 其实就容易预测未来伙伴之后的一个行为 那大家也可以对要交换多少知识 或是说有哪些知识是需要被授权被使用 都能够有一个信任 2014年高雄发生严重气暴事件 当下伤患众多 医疗救援体系因无线电中断及战线 资源讯息无法有效沟通及管理 决策非常混乱 因而成为这次团队开发救急救难仪占通的背景因素 专案主要就是设计了一个资讯系统 它我们去收集贵生局提供 现在高雄市所有的急救责任医院满载的情形 然后把资讯放到我们的救护平板救护资料里面去 那同仁在选择要送哪间医院的时候 可以直接看到说 哪一间医院现在是满载的 那它有没有能力来处置 这些伤患分布在哪些医院 那这些伤患的伤情 它的严重度等等 把这些相关的资讯以及医院端 在当下如何的应变 还有卫生端如何的应变 一些相关的讯息 提供给我们这些资料英雄 在区域建立急救重症资源整合系统 运用科技智慧化管理 将救护记录电子化 建构指挥中心监控面板 医疗端警示系统 救护回馈与品质指标监测系统 以一战同方式串联各领域及单位 地理资讯科学其实扮演了一个 把需求跟供给两个媒合的一个角色 EMT队员到达现场的时候 就可以把救护的资源的位置可以准确地定位出来 急救医院里面其实又不只是说只有禁这个因素要考虑之外 它还必须要考虑说适当 适当里面就包含了它是不是有所谓的处征能力 那这时候我们配合空间资讯 然后把这些所谓的急救能力一起把它整合进来 所以透过CMT的这个急救面板 然后我们可以及时把这些救护车的动态 包括出勤 到达现场 离开现场 要送往医院的这些动态 都透过这个消防面板来做一个储存跟呈现 首先一开始是 Web API其实是现行科技上 尤其是科技局部都非常流行的一个方式 那它有很多特点 那主要第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可以让表现层跟资料是分开的 另外一个它的很大的好处是说 它根据登录的人不同 它也可以知道你的身份之后 给予不同的一些资料的展现的方法 资讯透明与多元参与是精进食物的要件 过去灾害应变很多是跨单位沟通不良而缺乏忠效 救急救那一站通运用模组化概念 以资讯揭露取代盲目搜寻 在我们资料盘点资料增益的过程中 我们都会发现说 这些资料它们都有一些相似性 有一些重点性 但是会有一些不一致性的问题出现 所以在我们的题目里面 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是 去实物上的考虑真正的需求 从上到下 左到右的方式去找出一个最佳的资料共享的机制 然后可以真的满足实物上的需求 也去符合现有的资料架构 根据过去的历史 来萃取一些以后趋吉避凶的更好的方法 这是我们希望努力的目标 但是大部分在过去的灾难的时候 很多经历并没有办法很完整的留存下来 也缺乏去汲取洞见的机会 所以我们这一次救急救难以赞通 是希望把这个问题当作是 会影响多重利害关系者的一个角色把它暴露出来 然后让更多的公众参与 来协助我们汇集更多的一个智慧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